在《羅馬書》第二章十四節 那裡說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們雖然沒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十五節 這時顯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們心裏 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這兩節經文講出一個真理 就是說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 沒有認識神的人 他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雖然沒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他自己裏面有這個律法 十五節顯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的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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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刻呢 這就是神的工作 神創造人時 他不只是創造一些 會動、會吃東西、會睡覺的人 神做人時 是將律法刻在他裏面 有神的聖情 有神的公義 和他的慈愛在人的心裏 但人類犯罪之後 就失去了一個完美的形象 但一樣有的 裡面一樣有 聖結和慈愛的 這說 顯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的心裏面 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即他們會有知道誰對誰錯 他們的思念互相交流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像講到我們是照著神的形象做的 這個神的形象 就是有真理的人而為聖結 就是講到 人是受做時 当时有神的圣情和律法在里面 未信耶稣的人都有律法的指控 他会指出自己的罪 但在信主的时候 当他听到的时候 神就会透过他听的说话感动他 当他信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有一个重生 他里面的灵命就活过来了 从头是死了 他活过来之后 他就开始很敏锐 他自己会决意去跟从神 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就发觉 做错事平时不知道 但是现在 会很留意到 譬如很多人未信主也是 又骂人又说大话 有些人也是 但他会自己知错 但有些知错动力不够改变 他就一样来骂人 但当他真的悔改信主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说 我真的不要再继续在罪中 这个就是他的动力和教导影响他 但他里面是会有这个声音的 所以他在未信主的时候 他会有这个律法的声音 和有听道的声音 但信主之后 就会有神的同在 和他自己的苏醒良心 这个新的性情 会继续提升 其实我们未信的人 其实有良知有良心 去判断这件事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良知 是偏差了 就是人类犯罪 这个律法是偏差了的 譬如怎么会偏差 很多种方法 人们会给藉口 譬如说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我这样犯错也不要紧 就是他最初觉得错 所以他要解释 他要解释 为什么我要说大话 因为每个人都会说大话 就是他用藉口 或者他蒙蔽了 他不觉得这样是骂人 所以人类犯罪之后 那个律法的观念 就不完全了 的确很多基督徒 都在蒙蔽之中 的确很多基督徒都在蒙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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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他越有圣经的话语 他的蒙蔽就越清了 但是他知识不代表 他的生命是清 他的知识又加上生命 当他亲人神的时候 他又愿意接受神的教导 他的思想越来越清晰 他的生命也越来越清晰 他的时候 不仅是误性的清晰 他整个人都会觉得罪是不好的 他又会看到自己的罪 其实当我们越亲人神 是难分辨 即是谁是良心 谁是神的性命 其实在重生基督徒 不一定要分口称 为什么呢 因为重生基督徒的良心 已经越接近神的话语 因为你的蒙蔽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 我们里面有一个镜 因为镜是污蔽了 那你越亲人神 就越擦干净 擦干净的时候 你的良心 我已经跟圣灵的教导 是相似的 但有时小时候 比如说小时候 有时有些人会这样的 小时候偷懒 你就是 即是任何情况去玩 就是偷懒 有时到几十岁都会觉得 去玩就是浪费时间 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良心 我们会有错误的良心 那你到了 即是说 当我们明白 其实人休息 和欣赏大自然 这都是 不是懒惰的 这样的时候 那个良心就会偏差了 良心是会可以偏差 这个错误的良心 就是说 他以为 正如我们所说 从小到大 觉得 去玩玩打球 已经是犯罪的 因为他家人 打球 你浪费时间 你应该读书 他已经有一个偏差的良心 这个偏差的良心 就会影响他 有时不必须的受指控 但如果我们的良心 是跟从圣经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些偏差 人其实两个都有的 很有趣的 人又会 有些明明应该不要做的 但我们又会被藉口去做 就算基督徒也有 有些 圣经是没有说到 但人又要偏偏 又要觉得那些是要做的 就是 就要觉得那些 就是好像 虔诚一些的 比如有时有些人会觉得 我真的听过人是这样的 他是基督徒 他说我和我儿子行过来 好像觉得圣洁一些 这个是一种人的立法 就是我们不在旧约里面 当然他作为一个 卫生的缘故去做葛礼 没有问题 但他没有以为 我又受洗又受为葛礼 就是加重恩典 这个圣经没有这么说 这个人的错误 人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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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ress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